为改善原住民永久屋居住环境 高雄市莫拉克灾祸永久屋修缮住宅计划 三月开跑 最高可补助十万元 山林大爱永久屋居民指出 居住十多年 许多家户有房屋漏水或周边排水系统堵塞 墙面拖漆以及卫浴设备老旧等问题 我有生机好了 就是补里面的补机 还有换那个什么麻洞 麻洞换新的话比较好一点 以前的那个麻洞小小的 现在换那个比较大的 而高雄市原委会表示 过去曾发生住户对于修缮工程有疑虑 因此住户申请修缮补助后 初审会在各区公所 副审则是到原委会进行 加上专业图木技师工会参与 来确保各户修缮品质 各住户对于报修还有这个厂商 他核定被核定修缮的部分有一些争议 所以我们特别在第二年开始 我们就邀请我们高雄市的土木技师工会 来参与我们的专业审查的部分 高雄市原委会统计110年到113年 预计需修缮户为413户 人口数约1200人 今年受领名额则为41户 希望透过政府资源减轻族人经济压力 改善居住品质 原则希望大部高雄山林采访报导 这些都在专业的方法 是 Yep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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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